咱们已经知道,种子萌发的环境条件是 适宜的温度、一定的水分和充足的空气 但是,即使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中,种子也不一定都能萌发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种子的萌发还需要自身的一些条件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说一下种子萌发的自身条件 种子萌发的自身条件需要四点 一是,K是完整的种子 二是,有生命力的种子 三是,饱满的种子 四是,发育成熟的,度过休眠期的种子 什么意思呢?我们一个个来解释 先来说说第一点,胚是完整的种子 胚是新植物的幼体 如果胚不完整了,种子当然就不能发育成新个体了 比如这些被昆虫咬坏的种子,它们就不能萌发了 不仅如此,种子想要萌发还需要有生命力 也就是说,胚必须是活的 我们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 国王把一些主熟的种子发给孩子们种植 说谁要种出最美丽的花,谁就是下一位国王 只有一位诚实的孩子带着一个空花盆献给了国王 他也就获得了王位 这不仅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 也说明了,主熟的种子变成了死种子 它没有了生命力,也就无法进行萌发了 接着来说,种子萌发的第三个条件是,饱满的种子 这是啥意思呢? 咱们都知道,播种的时候要选用力大饱满的种子 是因为这些种子的子叶或者胚乳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这些物质可以满足种子萌发的需要 而甘甜的种子往往缺乏足够的营养 所以不能萌发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第四个条件 发育成熟的度过休眠期的种子 什么是休眠期呢? 种子成熟之后,即使在环境适宜的条件下 它也不能立刻萌发 而是必须经过一段相对静止的阶段 这种现象被称为种子的休眠 这段时间就是种子的休眠期 种子的休眠期可能是几周 也可能是几年,甚至更长 想到这儿,我来考考你 种子为什么要休眠呢? 对了,那是在保护幼苗呢 比如生长在温带的植物 如果种子在秋季成熟以后很快萌发 就会面临着冬季被冻死的危险 所以种子的休眠能避免种子 在不适宜的季节或环境中萌发 使幼苗免于受伤害和死亡 那种子是怎么做到休眠的呢? 一是种皮的作用 像多颗植物的种子 它的种皮阻碍了种子对水分和空气的吸收 它就可以休眠了 而某些娴熟的种子 它的种皮过于坚硬 使胚不能突破种皮向外伸展 也可以让种子休眠 二是胚的作用 像银性的种子 它的胚还没有发育完全 种子也会进入休眠 三是某些物质的作用 比如番茄的种子内 具有某些抑制性物质的存在 这些物质阻碍了种子的萌发 总之 种子休眠的原因多种多样 不管如何 种子休眠是植物适应环境的表现 对于植物的繁衍有着重大的意义 所以 种子萌发的第四个条件就是 把与成熟的 路过休眠期的种子 好了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我们学习了种子萌发的自身条件 一共有四条 分别是 开示完整的种子 有生命力的种子 防火的种子 和发育成熟的 路过休眠期的种子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